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拜登總統喜歡去國外輸出戰爭 那這回普丁跟著他的屁股 你前腳剛走 我後腳就來 你去沙威地阿拉伯 我就到你想弄倒的伊朗去 還把土耳其一起找來 各位當你看到俄羅斯看到土耳其 看到伊朗這三個國家 如果大使來了 大使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跟大使說明白 好像大使有點忘了 抱歉 真是辛苦您又跑回來了 應該不是 多拿一罐水給大使 不好意思 謝謝大使 待會有大使來跟大家說明 好 講到哪裡 當你看到這三個國家 普丁 萊西 艾爾頓 這三個國家站在一起 如果是常常看正常發揮 或關心國際局勢的朋友 你應該腦子裡馬上會跳出 第四個國家的名字 叫做敘利亞 對 這三個國家有一個非常大的共通點 或說共通爭議點 就叫做敘利亞 我們先簡單說了 土耳其跟敘利亞的衝突 我想應該不用多說了吧 幫大家回憶一下 土耳其為什麼反對芬蘭跟瑞典加入北約 因為土耳其覺得芬蘭瑞典在幹嘛 在資助 在保護 在提供庇護給敘利亞境內的庫德主 所以土耳其覺得你們這兩個國家 是在縱容跟保護恐怖主義啊 是在偏袒恐怖分子啊 還想加入北約 你吃腳敗 土耳其的態度是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土耳其跟敘利亞之間 哇塞 那可是這個恩怨情仇 世仇百年千年啊 那除了土耳其之外 伊朗跟俄羅斯 跟土耳其是不一樣的哦 伊朗跟俄羅斯 反而是比較站在敘利亞這邊的 甚至還常常出面去譴責或提醒 土耳其啊 別太超過啊 別對敘利亞下手太重了 所以這一次 這三個國家湊在一塊 一定要談的就是敘利亞衝突 而根據媒體報導 三個國家談出了什麼樣的內容呢 有辦法擬評這兩國的恩怨情仇嗎 我們來看 首先第一個 三個國家一致認為 要幫助敘利亞脫離恐怖主義的威脅 那恐怖主義是哪來的 我也不知道 待會來賓會告訴你 另外非法滯留在敘利亞的美軍啊 必須離開 再提一次美國 美國你停止搶劫敘利亞人民 而且你停止非法出口敘利亞石油 剛剛記得新聞 我們之前講過 就敘利亞指控美軍是小偷 偷我們的石油 我們還坐過那個電視牆說 拜登是小老鼠 有沒有 小老鼠上登台 偷油吃 下不來 對拜登跑去敘利亞偷油 因為沒油嘛 跑到敘利亞去偷油 再來就是 他們認為西方對敘利亞的制裁 帶來引起了人道主義危機 好為什麼這麼急著要談敘利亞的問題 我們把時間往前推 就在普丁出訪之前 當時的土耳其啊 就曾經嗆聲 要對敘利亞北部的庫德族 再發起一輪進攻 再打一輪就對了啦 那敘利亞也很嗆啊 說來來來 你不要來看看 你這個土耳其總統愛爾頓 你打我就是想在我境內建立安全區啦 你建立安全區就是要破壞我的統一啦 破壞我的和平啦 你沒有別的都是為了你自己啦 那伊朗當時也出面 認為土耳其的做法 是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 所以這一趟普丁來 把兩個國家拉在一起 剛好一正一反 一個想弄倒敘利亞 一個站在敘利亞這邊 但這張照片看得出來 也許雙方三方確實想 多談點什麼事情 然後呢就有俄羅斯的問題專家 就提到了 他說這個峰會時機其實並非巧合 普丁跑來不是巧合啊 為什麼 因為土耳其現在有一個 這叫做計畫 就是對敘利亞進行特殊行動 就像什麼 就像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 特別行動一樣 換句話說會不會是 普丁或者是伊朗 知道土耳其接下來要下重手了 所以乾脆拜登也來了嘛 時間點也巧合 就這個時候大家湊一湊 談一談 希望土耳其不要動手 又或者是土耳其 希望透過峰會得到 伊朗跟俄羅斯的支持 讓他對敘利亞展開 特別特殊的軍事行動呢 到底普丁這一趟 是帶來和平 還是像拜登一樣 反倒讓敘利亞 土耳其之間的衝突 會越演越烈淚 我們先請問 亮哥 我覺得他們是穩住敘利亞的情勢 因為俄羅斯跟伊朗 是支持阿塞德政府 敘利亞那邊是支持反對派 不是 土耳其是支持反對派 那所以土耳其就說 他要去教訓敘利亞的庫德族 他要打過來 那俄羅斯跟伊朗 就是去那邊說 你不要打啦 那我們三方先穩住這個架構 讓他們去和談 所以大概 如果就敘利亞的問題 大概就是 形成這個三方 就是說我們三方來合作 讓他們和談 大概是這樣 所以是有成果的 有成果 敘利亞的部分有成果 所以土耳其暫時不打 暫時不打就有成果 然後 就說讓阿塞德跟 那個反對派 談談看嘛 反正 土耳其對反對派有限 那俄羅斯跟伊朗跟阿塞德有限 知道阿塞德就是俄羅斯的 西韓 所以他影響得到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處理 因為他們 基本上已經把美國的力量驅逐了 因為俄羅斯已經進場了 所以這個局他當然不要讓美國有機會進來 大概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更多的是台面下到底在交易什麼 這個才是耐人尋惠的地方 土耳其很生氣啊 美國答應賣F16現在又反悔了 不過那個跟俄羅斯沒有關係 就是 我覺得你去想一想嘛 俄羅斯一定有答應土耳其什麼 當然 就是說你要打敘利亞的庫德族是不是 那你是擔心什麼事啦 我來幫你處理 可是你可能也要答應我一些事啊 比如說你給烏克蘭的TP5 是不是不要再提供 無人機嘛 我認為應該會談啦 而且你不要忘記喔 土耳其是 歐戰爭和談的第一個倡議者 對 對不對 沒錯 而且他是主動去 拉烏克蘭 3月26號甚至 對對對 而且是在土耳其談的 對不對 他耳朵還去做開幕池 對 他記不記得 所以這個面子他 還是要給土耳其 嗯 就說欸 想當年你也幫了不少嘛 那現在我想和談啊 可是 他背後那個老大不讓他談啊 這個 我覺得這種話一定會談啊 那俄羅斯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想 促進那個俄乌和解嗎 那我們還是需要你幫忙啊 嗯 他一定是講這種 套 戴個高帽 對啦 對啦 然後當然也就跟他講說 庫德族我會幫你處理啦 嗯 因為敘利亞這一邊 他當然使得上力 對 那你那個 烏克蘭那個無人機 你就不要提供了 對對對 那你再來看伊朗 嗯 伊朗不是說要提供無人機給俄羅斯嗎 對 這白宮說的 我跟你講啊 那他今天也沒有公佈 嗯 不給才怪咧 公佈 我跟你講啊 土耳其的無人機 他有一款叫做Shahed 129 那俄羅斯的無人機做得很不好嘛 這個 非常糟 在那個戰爭過程中 我們就看到 對 沒錯 那伊朗 他那個還是真打一體的 而且他最近要成立無人機航母 對不對 嗯嗯嗯嗯 就那個船上面要載個50架無人機 我認為這一點應該是確定的啦 就伊朗真的會提供 欸 那俄羅斯要給伊朗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能給什麼 S400 俄羅斯今天出來講了一件事 他說聯合國安理會 對伊朗的 軍事制裁到20 20年9月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現在對伊朗的軍事的合作 沒有任何限制 那就是要什麼都給什麼了嘛 然後他還說 核的核啊 核啊 核武的核啊 核的合作我們不會違反核擴散 他就是不會去違反那個條約啦 事實上伊朗還沒有製造核動力潛艇 嗯 你美國都已經支持澳洲要買核動力潛艇了 到底誰嚴重啊 嗯 我懂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了 那伊朗現在才核濃縮到20%嘛 對 事實上以俄羅斯的軍事的力量啊 他要支持伊朗不管是導彈的能力啦 核的技術啦 都綽綽有餘啦 我跟你講啊 所以我認為 我很難想像他們這方面沒有談啊 嗯 那而且俄羅斯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 他說他要投資400億美元 對沒錯 要投資伊朗嘛 沒錯 那基本上都是天然氣 對 能源合作 對 而且俄羅斯加伊朗加起來的天然氣 佔全世界40% 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俄羅斯真的是老狐狸啦 就人家出訪 都是直接出重手 對 不像拜登在那邊玩家家酒 你知道嗎 然後回國還被羞辱一頓這樣 就他不輕易出門啊 對 出門就是要拿東西回來 就這樣拿東西回來 就是這樣 你看那個普丁的 很近啊 那最近你也看到一些大趨勢嘛 比如說金磚本來只有五國嘛 現在還有另外五國要加入 對 有可能就金磚十國囉 就開始過榮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一局 我是覺得這幾個國家都是老狐狸啦 說實在啦 你去想想這三個國家以前叫什麼 一個叫蘇聯 叫沙俄帝國 伊朗以前是波斯帝國 對 土耳其以前是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對他就是土耳其帝國 三大帝國啊 三大帝國在那邊談嘛 沒錯 我跟你講這個談了大概 歐洲看了都快昏倒了 真的 所以啊 所以我才說這個 這裡是不是比較好看 不過你對那個拜登悲觀也是太悲觀了啦 我跟你講美國在亂 不會發生內戰是不是 美國常常在內戰啊 這是什麼新奇呢 就打啊 開槍啊 殺來殺去 1960年代黑白衝突的時候 城市整個點火 是是是是 底特律 那個底特律 洛杉磯的1984年大暴動 對大暴動 多咧 哎呦 這算什麼啊 拿槍打死幾個人你就緊張了 我不緊張 有城市的暴動 都發生過了也沒怎樣啊 我跟你講拜登安全的很啊 民主黨人抱怨抱怨 沒什麼用的啦 因為他們一想到拜登如果垮了 川普要上來了 賀錦麗接班 什麼川普 賀錦麗 他光是想到賀錦麗要接班 他們就說 拜登你身體養好一點 對啊 你身體養好一點啊 拜託啊 賀錦麗如果再撐不住 是佩洛西接班啊 我的天啊 這樣夠強了吧 這個看看下面這兩個女人 你記不記得阿扁那個時候 大家都在罵阿扁 可是大家又很怕呂錦麗接班 不是一樣 所以光是這個就夠了啦 怕什麼 所以民進黨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也在民進黨啊 我們對阿扁都說 哎呀容忍容忍一下 容忍一下 這就是你想的 用一個糟糕解決另外一個糟糕啊 用一個很糟糕 擋住一個更糟糕啊 那可能是更糟糕 就是用一個糟糕 躺住一個更糟糕啊 因為民主黨光是想到賀錦麗就 全部都倒在地上了嘛 都算了算了 不要想這個問題了 好啦 那拜登總統加油好不好 拜登總統加油 哎 透過亮哥的這個解說 你應該看得出來了 確實 普丁跟拜登總統 在這一局中東的交手上面 這個高下立派 拜登總統 跑遍全世界 請問到底有什麼樣具體的成果 比較少 但普丁久久出訪一次 而出訪的這一次 不但先穩住了敘利亞的局勢 甚至跟土耳其之間的這些交易談判 某種程度上 也是在跟美國叫板 不是嗎 這叫做一箭雙雕 叫做一舉兩得 叫做一石二鳥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除了在敘利亞的衝突上 普丁出手穩住之外 他們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亮哥提到的 首先第一個 7月19號 伊朗國家實用公司 跟俄羅斯天然性公司 簽署一份400億美元的量解備忘錄 要幹嘛 要開發彼此的油田 還有六處天然氣油田 跟六處的石油油田 而且要參與液化天然氣的項目 還要建設天然氣的出口管道 各位 剛剛亮哥提到了 這兩個國家的天然氣 第一名跟第二名 全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 佔了全世界40% 歐洲整天 跟滋巴亂叫的 現在我們兩個國家在合作 一個不小心 OPEC Plus 萬一沙烏地阿拉伯也進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些石油 不就全部都掌控在 金磚國家手裡了嗎 不要忘記了 俄羅斯是金磚國家 但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是不是正在申請加入 這三個國家湊在一起 歐洲美國還要玩嗎 所以這個野心是很大的 我等於是把能源全部阻斷在我的跟前 以後都是我說了算 我跟伊朗天然氣管線如果搭成了 我不用賣你歐洲啊 我透過伊朗賣到亞洲去啊 待會我還要告訴你 除了伊朗之外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也透過蒙古 通過蒙古的同意點頭 現在也要搭天然氣管線 對不起你們歐洲以後不買是不是 我也不怕 我伊朗有管線 我透過蒙古我也可以把我的天然氣 用管線直接送到中國大陸去 我根本不怕 這才叫規劃戰略跟野心啊 好除此之外我們來看 二伊是不是在去美元化呢 好我們來看 這個普丁跟伊朗最高領袖 這個哈梅內伊 這個 這個不好意思 每次講他名字我都有點害羞 叫內伊啦 可是他真的就是翻譯是這樣啦 大家也不要想歪 這真的是內伊啦 就是說未來 重大的聯合項目 基本上都採用本幣直接結算 那這個哈梅內伊就說呢 這個 俄羅斯跟伊朗 需要對西方騙局保持警覺啊 美元應該逐漸從全球的貿易中退出 記不記得18號我們講過 克里姆聯邦就說了 過去呢 我們兩國貿易額 雖然不多只有40億美元 但未來不論是過去有的 還是新的要增加的 我們通通都用 可能伊朗貨幣 可能是蘆布 甚至有人推敲 會不會連人民幣 都是兩國結算選項之一 是不是也要用人民幣來計算石油的買賣 記得吧 時間再往前推到6月22號 當時叫做金磚峰會 那個時候的普丁就放話了 說俄羅斯正在跟金磚國家合作開發國際金融結算機制 減少對美元和歐元的依賴 來各位 我們再來review一次 這裡提到的國家 伊朗 是不是要加入金磚 是 俄羅斯 是不是金磚國家 是 我們這裡講到印度推盧比結算 印度是不是金磚國家 是 中國大陸是不是金磚國家 是 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是不是打算要申請加入金磚 是 所以現在在能源在石油上面 想要把美國的血石油炸乾的 通通要嘛是現在的金磚國家 要嘛是馬上要變成金磚成員的國家 你看懂了嗎 來大使 這個伊朗是全世界 這個天然氣儲存量最高的國家 那他因為他過去被這個西方國家制裁 所以他開採的能量不夠 可是他的儲存量是世界最低的 沒錯 超越俄羅斯 對 超越俄羅斯 所以呢 我看現在普丁的這個戰法 就是把這些 產天然氣國家起來 都結一個盟 事實上這一次去 我覺得去跟伊朗 基本上就是結這個盟 他拿了400億 400億 400億 而且主要簽約公司是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 沒錯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戰略眼光的結合 當然在敘利亞這場 已經打了十幾年 2011年開打的 到現在年2022了 11年了 11年戰爭 敘利 伊朗跟俄羅斯是站在同一陣線 他們都在支持阿塞德政權 因為為什麼伊朗支持阿塞德 因為阿塞德是 實業派 他是實業派 所以呢 那俄羅斯為什麼支持阿塞德 因為從冷戰時期開始 敘利亞現在阿塞德的老爸 基本上就是當時蘇聯在中東 俄羅斯蘭最好的盟友 俄羅斯蘭當時在敘利亞就有軍事基地 所以他是一個傳統友誼 他在冷戰的時候 基本上站在美國這一邊 站在蘇聯這一邊 所以美國對於這個敘利亞 從來沒講過好話 從他的媒體 從他的政府 一直就想說這個阿塞德是個屠夫 從來沒有講過這個阿塞德這個政權 然後呢 可是這個戰爭 其實本來是敘利亞沒那麼亂 就是美國搞出來的這個 就所謂的這個 這個是叫什麼革命 茉莉顏色革命是吧 整個中東沸騰 然後燒到了敘利亞 敘利亞阿拉伯之村 阿拉伯之村 美國就退出了嘛 退出中東嘛 這個一亂以後 為什麼敘利亞會亂 敘利亞阿塞德 他雖然是總統 可是他是少數的實業派 敘利亞多數都是迅尼派 所以他一亂以後 內部亂 最大的問題 是外部全部插手 所以打這場內戰的 有沙烏地阿拉伯 有海灣國家 有美國 法國 英國 再加上土耳其 再加上伊朗 你看算七個國家 哭不得了 七個國家在後面 各支持自己所綜藝的 這個 怎麼講呢 派系 那俄羅斯 俄羅斯 伊朗支持阿塞德政府 對 美國 敘利亞 美國 海灣 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法國 英國 法國 英國 沙烏地 然後呢 這個土耳其 都支持 叛軍 對 可是土耳其 去支持這個叛軍裡面 他又有一點 想要趁這個機會 把敘利亞北部的庫德族人 一起幹掉 一起幹掉 所以你看這個國家 內部這麼矛盾 就不要亂 一亂起來 所有的附近的國家 都進來幹嘛 都來插手 而且他就是天然資源多 大家都想要 還有戰略地位 對 他上面是跟土耳其接壤 右邊是跟伊拉克接壤 再下來是跟黎巴嫩接壤 黎巴嫩有個真主黨 基本上 又跟阿塞德 又支持阿塞德 所以你看這場戰爭 其實打半天 就是個代理人戰爭 對 那打到現在打不完 那為什麼當時川普溜走了 然後把那個庫德族出賣了 因為這個中間打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出了一個什麼 叫伊斯蘭國 ISS 那美國就開始 本來是打這個阿塞德 同時又去打ISS 然後靠打ISS 因為他靠近敘利亞的東北部 所以又跟庫德族結盟 所以你看多亂 所以因為庫德族在打敘利亞的政府軍 然後因為他想要從敘利亞獨立 那他又美國本來是怎麼樣 應該跟這個庫德族 可能是本來就要聯手的 那又出來一個ISS 那就跟庫德族本來是一起打這個敘利亞 又開始一起再打ISS 結果後來ISS被他們打滅了以後 美國就走人了 庫德族就撒在那個地方 對 那這裡面這一次這三個國家 這個合在一起 土耳其是看起來是比較倒戈 土耳其這一次站在俄羅斯跟伊朗這一邊 支持敘利亞的這個政府 現在阿塞德的政府 然後他事實上他影響力最大 因為阿塞德現在控制不住的 所謂的這個叛軍盤踞的地點 都在北部 然後靠近西北部 一方面一邊靠這個伊拉克 一邊靠這個土耳其的 靠土耳其的比較長 那都是叛軍盤踞之地 所以土耳其一倒戈的話 在北邊的這些叛軍 可能就有問題 而這個叛軍呢 我真的看了幾次我都記不起來 因為太多了 派系有八九個 我的天啊 你知道當時各去扶植一個派系 美國 英國 法國 沙烏地 然後這個海灣各國 通通插手進去 所以東一個派系一個小派系一大堆 所以你看這個戰爭就打到現在 可是這一次 我是覺得這個 他們三個聯手的話 事實上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會讓這場戰爭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發展 尤其土耳其 所以土耳其現在最次 就是在這個世界動亂之中 你看土耳其出了多少風頭 這個領袖 真的是一個枭雄 他在土耳其 土耳其當總統的時候 當總理的時候 總理權最大 總理幹到連任都不能再連任了 他就去選總統 選總統之前又把憲法改得 總統最大 然後總統現在又可以幹很多屆 這我們聽起來跟普丁很像 對 所以 然後呢 他還要把土耳其這個國家 從一個世俗化的一個 伊斯蘭國改成一個新的伊斯蘭國 所以我去過土耳其 我跟你講 到處看的都在幹嘛 蓋清真寺 你到很多地方就蓋秀清真寺 你知道在過去 在這個 鄂圖曼土耳其 在沒有滅亡之前 土耳其不是只是個帝國 土耳其是整個回教世界的哈里發 也就是最高的 回教世界最大的領導國 是土耳其 所以現在這個二段 野心之大 超乎你的想像 他為什麼一直恢復回教恢復 他事實上想做回教的盟主 回到這個 鄂圖曼土耳其 當時在回教界的 哈里發的地位 哈里發就是回教最高的共主 所以他那個塔叫哈里發塔 最高的杜拜塔 叫哈里發塔 那這個鄂圖曼土耳其 這些阿拉伯國家 都是他的治下小民 所以他要講他的光榮歷史 不得了 不過土耳其還有一個問題 他有大突厥主義 他不但要做回教的哈里發 另外他搞大突厥主義 你想 他的意圖別人看出來 一個現在土耳其 八千萬人的國家 雖然他的這個國土遼闊 物產豐富 軍力強大 可是他要做這兩個頭 真的不容易 而且現在二段的年紀 年事也高 可是他在國內的 這個聲望是極高的 那控制能力是極強的 所以你想想看 有這兩個宏圖的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土耳其中 一個想要做哈里發 回教世界老大 另外一個要做 整個突厥世界老大 你看這兩個老大加起來不得了 所以你就看出來所有的事情 你看他要雄心壯志 這次他讓普丁等了一分鐘 上次土丁讓他等了兩分鐘 對大使這個等一分鐘是50秒 這怎麼甜蜜的復仇嗎 還是先給你一點這個 抬頭一下 不要覺得 這個就叫怎麼樣 這就叫 這個英文叫kickback 踢回去 然後呢 一定要踢到你的眼睛 大家看就是這個畫面 對 等了50秒啊 這就是真正的這種 這種西方世界 過去帝國主義常常這樣 我就找一個機會 你上次兩分鐘 我跟你笑面 我不在乎 我要等機會 你上次你踢到我的眼睛對不對 我這次要踢回來 也要踢到你眼睛 可是這樣不會讓 這是普丁美送還是怎樣嗎 沒有 現在是普丁 還是普丁覺得沒關係算的 現在普丁出來 普丁現在的狀況 從我們從國際政治來講的話 他狀況不好啊 是吧 他狀況不好 他在戰 陷陷在戰爭之中 他需要拉攏他的盟友跟戰友 他現在的敵人加起來 差不多有40個啊 一個你再強大過分 你有40個敵人 你不會多希望出來交朋友啊 所以二號段知道 現在普丁的處境 所以抓到最好的時機 然後啊 爆一箭之仇啦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些都是枭雄級的啊 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他們多大 多成熟穩重 蠻幼稚的 我跟你講 他們都是立刻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這個是國際政治上 這種高重政治啊 尤其這種西方帝國主義啊 這是他們常常 慣用的伎倆 就算我們可以合作 不論是在 能源議題上 不論是在敘利亞 衝突上面 就算我們可以合作 但是 你兩年前這樣弄我 我還是要弄回來一下 這是外交禮儀就對了 也是外交禮儀啦 這個西方 西方各種文字裡面 他們都找了很多字 在英文也好 法文也好 中文裡面有一個字 他們始終找不到 這個叫義 正義的義嗎 對 義 justice 這個人有義氣對不對 這個義氣 我們中文講 英文就找不到這個字 所以他們的觀念裡面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義不義的 就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完全從利益角度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這種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說 俄乌戰爭 一打 把這個歐亞的這些 舊的這些 帝國之間的恩恩怨怨 全部打出來了 它是一個 一個一次震盪 把那個Pandera Box 把它通通打開了 而且都是回到 你會它回到 都回到各自的歷史邁落去 俄羅斯為什麼 俄羅斯就是 對不起 你不是我們純種歐洲人 歐洲現在就要集體 抓到機會就要打你 俄羅斯也知道 好啊 你看我是不純種歐洲人 我現在就往東往南看 對不對 那可是回到這些 兩個大帝國 一個波斯帝國 一個 俄圖曼土耳帝國 以前俄羅斯跟他們 以前是他們的手下敗將 跟他們俄鬥了多少年 對不對 全部回到以前 所以這個地緣政治 看起來又回到 19世紀18世紀 那樣一致玩法 美國人沒有那麼深沉 美國人只會找人家的 找人家的那個矛盾 去那樣 去騎空就對了啦 可是沒有戰略啊 你要真正在這種地方 跟這些老一輩的這種 帝國主義的後輩 後代來鬥志 你要有戰略的定力 戰略的眾生 拜登這次跑到 跑到這個中東啊 一直講一句話說 美國絕對不會離開中東 那你部隊幹嘛 從這個敘利亞撤 你當時你還有五千個部隊啊 你為什麼撤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要從這個 阿富汗撤 對啊 人家都知道 撤這麼難看 你要進入到歐亞大陸 阿富汗市 所有帝國的避身之地啊 你放棄了 你還跟我講說你不撤 你花了二十年打下來一片 一片基地你就撤了 對不起啊 英國人打下來的時候 都是一兩百年不走的 俄國人也打過啊 真的是被打敗才走 你美國人你又沒有人把他打敗 所以你看美國這個 所以美國的外交政治 外交政策 尤其在這個地緣政治上 他一直擺盪在一個理想主義 現實主義跟孤立主義之間 他常常就擺回孤立主義 一孤立主義他就前功盡棄 這一次美國的孤立主義 從中東撤退啊 他要再回去太難了 太難了 太難了回不去啊 現在這些遊牧民族啊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遊牧民族啊 那個是在這種派系啊 這種大的這個帝國中間啊 生存了上千年的這些民族 驚得很 驚得很 美國要再回去不容易 而且現在這些啊 俄羅斯現在回去 三大帝國聯手 對不對 這個 鄂圖曼波斯 然後加上他 那最重要把這個 鄂圖曼拉進來 所以這個將來在這個 在這個中東這一代 這三個聯手的話 其實就在當地的 這些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國家來講 他們會知道 這個情勢已經在轉變了 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那我覺得普丁還更厲害的 他現在還有一個戰略 就是天然氣戰略 未來誰掌握天然氣 誰主導世界秩序 因為 我們台灣 未來50% 能源要靠天然氣 以前什麼時候靠過那個天然氣 天然氣比石油貴多了 我跟你講 將來誰掌 你現在把伊朗跟俄羅斯的天然氣加起來 然後雙方還更狠 我們都不用美元 對 所以俄羅斯現在第一個去美元化 第二個掌握這些資源 一個壟斷天然氣 壟斷天然氣 真的是 壟斷天然氣 然後在這些 跟這些 這個找到一個連結點 用敘利亞連結了跟 跟伊朗的盟友關係 連結了跟 這個 土耳其的盟友關係 這三個結合 比那個 這個 布里森斯基 寫的大棋局 說 哎呀 中 俄 伊朗 三個結合 這個美國就唯一 現在人家俄羅斯搞的 中 俄 伊朗還加一個土耳其 現在剛剛 亮哥講 現在十個金磚國家 對 這些都會拉進來 現在還有五個啊 對 都會拉進來 俄羅斯的 事實上 他們的國際政治的經驗 我認為遠勝於中國 為什麼 中國加入這個 西方主導的這種 這種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 事實上 真正說加入 真的 只能說大概是1949年以後 1949年之前 就是很邊緣的一個國家 是沒錯 1949年以後 靠著韓戰 靠著中印 靠著共產黨這個政權 它有國際主義的傾向 它有一個世界觀 共產主義是講 世界工人大聯盟 他們不是 它有意識形態 再加上一個不同的世界觀 這跟傳統中國 閉關自首 清朝以後 是完全不一樣 對 可是你這個1949年 你才走向世界啊 那你要跟俄羅斯比 還差得很遠 俄羅斯以前這是大帝國啦 俄羅斯從克里米亞戰爭 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打的都是世界性戰爭 所以你看俄羅斯出手的時候 他那個結盟就讓美國人覺得 這個招招見 俄羅斯 中國 伊朗 海軍軍事已經三年了 三次了 俄羅斯跟中國海軍 直接繞日本一圈 對 這跟我們中華文化不太一樣 我們比較溫良公儉讓的 那你要跟俄羅斯這種大帝國的經驗的話 他出手就是不同 他一出手就是關鍵點 所以要跟這些西方國家 這個未來的一種鬥爭的話 中國現在這種處於 如果想要靠自己力量打的話 不是對手 那你如果跟俄羅斯 伊朗 現在土耳其 這些你聯手的話 那這個西方國家就有所忌憚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石斑與菲利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